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观赏光炎健康原地 我是主持人孙威令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所讨论的课题是关于 大脑的认识以及大脑所发生各种肿瘤的情形 那下一次我们再谈治疗诊断方面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请到的是 Memorial Herman在神经内科的医师 朱继光医师跟我们大家来谈这方面的课题 主持人你好 主持人你好 观众们晚上好 好 很高兴今天你来到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谈这个课题 朱医生来到休斯顿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我从波士顿到休斯顿有三年半了 三年半的时间 波士顿到休斯顿 我相信休斯顿的气候是比较暖和一点 比较热一点 是是是 那我知道您是做这个大脑脑神经内科的医师 对 大脑是蛮复杂的 可不可以提一下 就是说脑神经内科的医生 他是看哪一方面的病 可不可以给我们观众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可以 神经内科的医生看的病很多 几个主要的科是管中风 还有就是老年性痴呆 颠尖 还有就是这个脑肿瘤 脑肿瘤 对对对 这个好像都是跟我们切切相关的 就是年纪大了 我们都有中风 艾滋寒末症 失忆症等等 这方面好像停的病例现在是越来越多 对 是不是人口老化 年龄大了以后 脑筋也开始就是会退化 或者比较容易在这一方面 是不是这个人口老化的趋势造成 很多人在老年的时候得了这种 这个对 这个是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人的寿命都变长了嘛 所以很多这个病 就是神经内科的病 比如说是老年性痴呆 就是年龄越大的话 这个发病率就越高 是 对 那中风 中风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子 对 好的 那您自己是哪一方面 你是每一方面都接触呢 都去治疗 还是您有专精在哪一方面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以前呢 就是 是什么都做 就整个是一个 就是 就是作为一个Neurologist 什么都看 中风啊 颠尖啊 老年性痴呆也都看 但是 现在呢 我是专门做这个脑肿瘤 专门看脑肿瘤的病人 就是说在脑里面 有肿瘤的 对 这个方面来看 对 是是是 那我想 在我们在介绍之前呢 可不可以请您 把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大脑 因为大脑的问题 我们常说用大脑 都很模糊 到底这个大脑的结构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借着我们一张幻灯片 给大家介绍一下 到底大脑的概念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看 哪里会生肿瘤等等 好不好 好的好的 大脑是看上去 听上去是很复杂 现在这个科学的发展呢 我们对大脑的这个结构呢 拥有更深更细的认识 特别是这个大脑 对这个就是常人来说呢 确实是不是特别清楚 大脑的分三个部分 是的 一个就是呢 这个大脑 就现在就看这个呢 就是这个大脑 是哪个颜色 你会不同颜色 对不同颜色 它又分四个部分 是的 这个蓝的呢 就是那个叫frontal lobe 也就是叫鹅叶 然后那个黄的呢 是叫pride lobe 叫顶叶 然后这个红的呢 是叫occipital lobe 叫枕叶 然后最后这个是这个灰色的呢 是叫temporal lobe 叫涅叶 然后另外两个部分呢 这个图上没有出现 下一个图会出现这个 就是叫小脑 还有就是叫脑干 是不是这几个不同的颜色 它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样 可不可以讲一下它们的功能 是主管哪方面的功能 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先把这个讲完 就是这个蓝色的 像这个这张图上 这个蓝色的就是这个小脑 然后这个红色的呢 就是脑干 但它们每一部分呢 还可以再下去细分 我这里就不再讲那么细了 是 然后因为功能呢 这个大脑呢 主要是这个 咱们人的这个很多特异性 比如说讲话 计划东西 然后呢 那个思想方面的情感 都是在大脑里面 然后小脑呢 主要是管咱们的运动 各种跑步啊 体操啊 运动啊 游泳啊 都是包括行走 都是在小脑控制为主 然后呢 脑干呢 就是实际上很多的这个 大脑跟小脑的一些活动 都是要通过脑干 然后传到手啊 腿的各个部位 另外呢 脑干呢 还有这个专门管 这个就是咱们心脏的跳动啊 跟那个呼吸 这个控制 那是不是看一下 刚才第二张那个图 有脑干的这张图 给我们 由图来解说 是比较更容易一点 好 看一下是不是在第二张图里面 是 是哪一个部分 对 你看这个 这个 中间那个 就比较 胖胖的一个地方 就是 叫 胖 它是叫脑桥 然后 它正好是在那个 就是那个 小脑 就是蓝色的那个 前面 是是是 上面有点鼓一鼓 那个就是叫脑桥 然后下面这个是叫 Madella 这个是叫 眼髓 这部分呢 就是管这个 咱们这个呼吸啊 还有那个心脏跳动啊 所以这部分 这个位置很重要 就是那个 是不是连着脊椎下去的 对 再往下就是脊髓 脊髓 对 就是spinal cord 所以这个是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大脑真的是 非常结构 非常的复杂 来 所以我们对这个 大脑的认识呢 希望能够 有一点轮廓 因为大脑好像 其他的器官 我们可以知道 肾啊 然后心脏啊 这个肺啊 等等功能 但是大脑啊 相当 相当的复杂 对 相当复杂 对 这个是 所以除了任何一点 问题的话 就我们晓得像中锋啊 也是常常见的 就是好像左边 管右边 左边等等 是不是 对 对 这个大脑的这个 左边的大脑 管这个身体的右边 然后呢 同样就是 右边的大脑 管身体的左边 是 好的 那我们 今天刚刚做了一个 简单的介绍的大脑 等一下广告之后呢 我们继续回来 跟朱医生来谈一下 大脑其他方面的认识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回来观赏光颜健康原地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Memorial Herman 神经内科的医师 朱济光医师 跟我们来谈一下 认识大脑的结构 以及大脑肿瘤 各方面的病变 朱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 我们刚才 你介绍了一下大脑的结构 我们虽然时间很短 不过大致有了一个概念 大脑分了几个部分 大脑小脑 眼脑等等 然后脑干 那个脊髓部分 可以控制着 心脏 呼吸 都是有这边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精密 神奇的一个器官 我们可不可以再看一下 大脑的这个 横面 切面图 好像您带了一张这个幻灯 从这里给我们 也大概看一下 这是怎么样的 这个照片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照片 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提一下 对看一下 这个图 看上去比较复杂 这个目的主要是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大脑 因为它是个圆形 那么要 分析这个大脑的结构的话 这个我们首先要把它 就是取不同的平面来看 然后呢 最常用的就是这三个平面 就是说是 这个中间这个呢 叫纵切面 然后呢 两边这个呢 前面这个左手边这个 就是我的左手边这个呢 叫横断面 或者叫横切面 然后呢 这个右边这个呢 叫灌状面 这三个面就是 加起来的话呢 在我们脑子里面呢 就可以有一个 三维的这么空间的 一个形状就可以形成 所以对我们描述 大脑的结构的话 就比较容易跟同事啊 或者病人啊 交流这个结构的问题 是 是 是不是对左 刚刚看左边的那个图的话 它是大脑这个横断面 那前面两个好像是眼睛 是不是 对 那是不是眼睛 对 那个眼睛里面 可以看到 是 那中间那个的话 是一个 重 线面是不是 对 是一个重线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侧面 这样等等 对 那右边这个的话 是一个面 就是好像是从 表面这样切下来的 就是从 对 跟这个面 跟面平行的 是平行的 平行这样切下来 对对 好像曾经也看过一些 这些照片 就是当有亲友啊 照了这个断层 这个是MRI呢 还是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照片 这个是个MRI的一个图像 就是看 你看那个眼睛的地方 是黑黑的 然后后面是有点比较白 那个是 对 那就是眼睛的位置 这个是又叫做 MRI就叫核磁共振 对 中文就是叫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 然后英文是叫 Magnetic Resonant Imaging 所以叫做MRI 对 所以我现在我们现在 经常 有时候去医院里面 听到MRI照的像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对 那从这个图片 我们来谈一下 关于这个大脑的 这个肿瘤这个方面 我想这个 这个趋势 是不是有过这个统计 现在这个一个统计 现在这个脑瘤生的 这个几率是怎么样 我们可不可以借着 下一张幻灯片 请注意事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吗 好 这个脑肿瘤 美国已经每年都有统计 这个大体的数字呢 就是说脑肿瘤呢 分两类 一类是叫转移瘤 就叫metastatic tumor 或者是叫metastatic cancer 这两个实际上是 就是说是叫interchangeable 另外一类呢 叫原发脑瘤 英文是叫primary brain tumors 然后这个数字呢 像你看这个metastatic 这个肿瘤的话 是这个上面那个片子 可能印错了一个字 应该是17万一年 在美国 就是170,000 per year 然后呢 这个原发的脑肿瘤呢 是4万左右 每年 就是上面的是比底下的高 大概4倍是不是 对 差不多有4倍 4倍左右 对 我不晓得这样对不对 就从字面解释的话 第一个叫做转移瘤 对 我们先讲底下这个 原发脑瘤 就是这个脑瘤 就是是从脑部开始的 是不是这样解释 对 是这个样 那上面那个转移瘤 就是说 是从别的地方转移过来的 对 是这样说吧 是不是 所以这样看起来 就是说转移的还更高 更多 更多 是 那这两种 有没有说哪一种会比较严重 或者在治疗上有什么困难 可不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 对 一般来说 这个转移瘤的话 比较难治 因为它是从身体各个部位 比如说是肺癌啊 或者是乳腺癌啊 发生 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 然后它再转移到脑子里面 所以它已经有很 发展的就是说病变很多了 然后我想治愈的话 是 就目前来说是 非常难 或者是说是不可能 是 然后但是你原发脑瘤里面呢 有好多好多种 它也有恶性的 也有良性的 有高级的 有低级的 低级的话 有一些是可以治愈的 手术完了以后可以治愈 可以治愈 但是高级的话 要想治愈的话 也是很难 或者是就目前来说 不可能 你所谓低级高级 可以给我们再浅显的解释一下 什么叫第一级 是第一期第二期呢 是这样来分的还是怎么样 就是说 对 它是这个 分的这个高级 低级的这个结果呢 是从病理 医生 他们看了这个样本之后呢 就是神经外科做手术 手术完了以后 这个 肿瘤的样本呢 送到病理科医生 病理科医生做一下检查 然后他们得下来结论 就是说 这是一级的 二级的 三级的 四级的 这个 定这个级呢 是 不是说一个医生定的 是 所有的这个病理科的 这个医生呢 全世界 他们 一些代表的人物呢 坐在一起 定了这个 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统一的标准 对 是 所以一期二期 三期四期 也就是说 一期就是初期了 对 那四期就是末期 比较高 对 高级是 对 好 了解 那所以 脑瘤一般来讲 是 有没有现在研究是 怎么发生的 当然癌症我们知道 一直到现在好像还没有 但是说脑瘤就您的看法 它是 不管转移好脑 有没有说 是什么原因造成脑瘤 对 现在 有 很多的新的发展 在脑瘤的研究 跟临床方面的应用 脑瘤的发生 包括转移瘤 还有原发脑瘤 跟基因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了也是跟这个环境 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这是两个的 加在一起的话 可能是最后造成脑瘤 发生的一个 总和的一个因素 OK 我们还有大概 两分钟的时间 来谈一下 可不可以您再解释一下 就是说 这种疾病脑瘤 它的可怕性 或者这个 治愈率的情形 大概怎么样 因为听说好像进了脑的话 动手术很困难 是不是 跟其他有比较一下 对 这个 这个是对的 做脑子的手术的话 这个神经外科医生做 他们的这个训练 是可能是 所有的这个科里面 时间最长的 一般都是要 这个 医学院毕业以后 七年到八年 这是最短的 然后呢 完了以后还要再做 两年左右的这个 专科的这个训练 所以一般的是 九年左右 才能作为 组织医生 就是这个 要开脑 动手术 对 然后呢 确实有的脑肿瘤的话 它这个一级的 很多时候可以治愈 但是呢 你必须要 就是说 诊断的早 支率的程度就比较高 是 因为脑子它在发生 它在长大 它就是如果是 这个脑肿瘤也在长大的话 要早发生的话 能够基础的切除 要发现的晚的话 它就造成一些伤害 或者它已经 发展到别的部位的话 那就切除了以后 也不可能全部切除 所以治愈的可能性 就降低很多 好的 谢谢刘医生 给我们的讲解 因为脑瘤的确是一个 让我们听到觉得蛮恐惧 而且非常值得注意的 这个肿瘤 我们在广告之后 会来再跟大家 继续的介绍脑肿瘤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您继续观赏 光炎健康原病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Memorial Herman 脑神经内科的医师 朱吉光医师 跟大家来谈一下 大脑的结构 以及大脑所产生的 哪些肿瘤 朱吉光医师 很高兴我们今天 再来谈一下 刚才我们大概 把大脑的结构谈了一下 然后谈到了这个 大脑的瘤 有这个原发性 还有转移性的 这种浓瘤之后 对 可不可以再介绍一下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是蛮深奥的 我们也不能够去 我们来讲 不会了解得那么透彻 那您可以大概 再介绍一下 用您这个深入浅出的 再介绍一下 就是 大脑的肿瘤 我们可不可以再借着 下一个幻灯片 来看一下 这个好像 还有分成胶直瘤 非胶直瘤 可不可以 我们也再介绍一下 所以大概我们 比较常见的脑瘤 有哪几种 这个对一般人来说 觉得脑瘤就是一种 实际上原发性的脑瘤 也有差不多有100种左右 所以我现在这个幻灯片上 只是列出的比较常见的 最常见的原发性脑瘤 就是叫胶直瘤 英文是叫Glioma 或者是叫Glioma 然后里面又分好多种 然后这个 心性细胞瘤 也是叫Astrositoma 它这里面又在分 这个几集 叫它你讲 他们又四级 又四级 也就是这个 WHO就是这个 世界健康中心 就是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就是我刚才讲 那个病理科医生 在一起定的这个 就是一级是什么样 二级是什么样 三级是什么样 四级是什么样 这个数字 四级是最高的了 然后一级是 就是最良性的 然后很大一部分程度 要早发现的话 可以治愈 然后第二种就是 这个叫多性性 神经胶母细胞瘤 这个实际上 就是跟这个 心状细胞瘤里面 那个第四级是一样的 就是叫Grade 4 所以这个一发生 这个就已经是第四级了 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 非常严重的 对 那心状细胞瘤的话 是不是说 按照这个体制 就是说 它的这个细胞瘤的 肿瘤细胞 就是发生 就是像一个心状 是不是不归 对 是有一个心状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像大海里面 那个五星 可能大家很多人都 海星 海星 对 就有点那种像 那种形状 是这样 所以是不归 所以是很 听起来就蛮恐怖的 所以这些里面都是 我听有人也提过 就是说脑瘤疾患 几乎来讲 很不容易治愈 刚才您听到 还有点心状 因为我以前早点听了心状 有人说你得了脑瘤的话 就几乎就等于是恶性 因为治愈率是非常的低 我不知道治愈 因为脑瘤好像 不会感觉太痛 是不是 在初期的时候 也没有任何的感觉 看是哪个部位 哪个部位 一开始的时候 是头痛是属于 脑瘤症状里面最常见的 会头痛 但是并不是说 每一个病人 有脑瘤都是有头痛 不是 他是部位不一样的话 他那个症状就不一样 有症状不一样 对 有时候会失愈 有时候会走路不稳 或者是无力 当然有时候就是恶心 还有颠尖 抽筋颠尖 抽筋颠尖 都是属于 就是产生的 脑瘤的症状 脑瘤的症状 对 所以这个就是必须要 经过详细的检查 因为你可能说头痛 有的人说是睡觉没睡好 会头痛 对 或者疲劳 但是也有可能是 这个脑瘤 对 头痛的话 常见的病 并不是说是 头痛的人都是有脑瘤 但是要是头痛的话 脑也不好 并且那头痛越来越重 或者是说是 除了头痛之外 还有恶心 还有那个走路不稳 或者失语 那就是一定要去 赶快去看医生了 是 所以就是您的症状 刚才提到这些症状 假如是有持续性 然后有恶心 也有其他 还有浮发性的话 浮发性 就是要尽早去看医生 是是是 那非脚质瘤的话 是不是也给我们 简单介绍 刚才是介绍了 这个非脚质瘤的话 也是很多 我就举了几个例子 最常见 就是这个脑膜瘤 叫meningeoma 然后呢 下面就是叫这个脑垂体瘤 叫pertutory adenoma 再往下就是那个神经窍瘤 schwannoma 那下面几个就不要提了 因为时间比较短 另外就是说 也是比较少见 所以最常见的 就是glioma 第二常见的是叫脑膜瘤 第三呢 就是那个垂体瘤 所以心状的是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 对 所以普通诊断的过程里面 假如有病人来不太确定 就是有头痛或者不太舒服 您的检查的这个程序 大概会是怎么样 一般是首先就是叫 这个病史很重要 然后呢 再那个做一下 这个临床的这个检查 就是医生的这个physical exam 看看哪个地方确实是有功能丧失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结束了以后呢 医生呢 根据这个情况 病史跟临床检查的这个结果呢 如果是需要的话 觉得这个脑肿瘤的几率比较高 那就要去做这个就是叫imaging 就是这个 是的 噪影 这个噪影的话呢 有好几种 这个核磁公正是最常见的了 最常见的 以前呢 也有这个CT 也比较常见 CT 但CT现在没有那么长 用的比较少了 现在 对 因为核磁公正的话 就是分辨率比较高 所以有时候经常是 你做了CT以后 还要做核磁 那就没有必要 就直接就做核磁公正就行了 那超声波呢 有没有用超声波来 超声波用的比较少 超声波是中风的时候 它可以用来做 就是看那个血管狭窄啊 多少 用这个ultrasound ultrasound 对对 好像听到这些照 但是在这个脑部的话 脑总结的话 对 诊断的话用的比较少 好的 那我们现在的时间 还剩下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我想在今天的一个 大致的一个结束 可不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注意声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从大脑的结构 到这些提到一些脑肿瘤 可不可以给我们 一个简单的提要 好 主要是有几个 就是希望观众能够 知道这个情况 然后引起注意 一个就是说是这个 大脑结构虽然非常复杂 但是呢 它也有一些 就是说特点 如果是有什么症状的话 就像刚才讲的 如果是头痛啊 恶心啊 或者是癫癫呢 就是说 特别是头痛的话 如果是持续发生 并且越来越重的话 那就最 最好是要 跟你的医生去交谈一下 当然是 如果是有癫癫的话 就可能要去急诊了 因为就来不及了嘛 另外呢 就是说这个 现在医疗诊断 现在发展很快 有很多新的技术啊 就是都已经在临床上应用了 今天咱们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没有时间讲得特别细 希望呢 观众能够知道一些大脑的结构 特别是一些术语 中文也好 英文两个实际上知道更好 因为你去看医生的话 不是说都是说中文的医生 所以要知道一点英文的术语的话 对你将来自己看病 或者是家人看病 都是很有帮助的 好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差不多接近尾声 我们谢谢你带给我们 这么宝贵的知识 然后我们这些 今天所讲的这些幻灯片呢 我们都会留在光颜色的网页上 我们过一个礼拜之后 也在网页上 所以这些英文的术语啊 也就在上面 也就有了 你带给我们 我们可以再熟悉一下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朱医生 跟我们来共享这个节目 我们可以再 下次有机会再继续来谈 好的 愿神祝福您和您的一家 我们再会 好 谢谢 祝福您和您的一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